無限ITV的所有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漢翔 哈囉,我是芊姨 是,今天我們依舊來到這個Dow Empire 要帶給大家的這一道就是 叨登 Bade 是的,就是我們傳統的印竹同胞 喜歡吃的一些小點心 當然在我們身邊就是我們Dow Empire的老闆 我們的負責人Josen 哈囉,Josen 今天要給我們介紹的這個 這道Bade 有什麼特別? 特別是在 以前他們是放一條蝦在上面 我們現在不放蝦,我們就放個Ota Ota 這一個就是Ota 對,這一個就是Ota 這個非常鮮明,而且據我所知 這個Ota 跟漢翔你是同鄉 是的,可是我見過的Ota 它都是一隻一隻的耶 這個也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埋自麻坡的 這個魚Ota 對不對 可是我記得Ota 有分就是 魚肉的,蝦肉的等等的 對不對 這個是魚肉的 魚肉的 嗯,魚肉比較嫩 嗯 比較香 對 而且你們的這個Ota 是從 就是 這個麻坡 直接進口的對不對 對 然後 可是,直接進口的話 我有一個烹飪的問題 就是 你是 把煮好的Ota 直接進口 還是 就在 要煮的時候 才直接把 生的放下去 才一起炸 嗯 要煮的時候 才把生的 才一起炸 哦 所以全部都是 他們做好了之後 在這裡 又在純手工製做的 對不對 對,就是新鮮 嗯 如果說到Ota的話 它裡面也是全部都是Ota嗎 嗯 Ota只是在那個 表面 表面而已 對 因為已經是很 那個味道已經是很強 很強 很強 對 而這個做法呢 會難嗎 嗯 其實 還好啦 只是有一點 手工 對 就是和 那個 Empire Bardet 就是 也是要用 麵粉 對一個條 嗯 我非常好奇哦 就是雖然 雖然的製作過程 不是很久 但是一般 大概一天 你們會製作幾個 Bardet 總共加起來 對 可能就 兩百多吧 兩百多耶 兩百多耶 那你做兩百多個 要花多久的時間 嗯 就 其實也沒有 是一製作兩百個嗎 沒有 就整天 我們一月十二點到八點 整天就 早上 中午 下午 還有 分批做 分批做的 哦 所以都是手工 然後一個一個 慢慢做 一個一個慢慢做 有一個問題 你全部的這些食物 就是這些糕點 都是你自己一個人做的嗎 嗯 不是我一個人做 我有 老爸在幫忙 老爸在幫忙 你是負責做什麼的嗎 嗯 通常是在店裡做 嗯 蛋糕 蛋糕 嗯 甜食的最愛 甜食我最愛 可是最近在減肥 可能呢 就不能吃太多啦 對 如果說到這一個的話呢 你覺得做這個東西的話 它的一個 就是如果我們購買的話 一個要多少錢呢 嗯 這個 我買的是 一個 一塊半 哦 一個一塊半 嗯 有沒有 如果買多呢 買多 四個以上就 照顧了 一個 一個扣一毛 一個扣一毛 哦 所以四個是多少錢 又考他數學 六塊扣四毛 就五塊六 真是的 學衣很過分耶 不過這個Otta的概念 是你想出來的嗎 嗯 就是跟幾個夥伴一起 Grainstorm 哦 就示範很多 很多不一樣的 材料 配搭 要再選擇 哦 那是最適合的 對 我已經開始流口水了 看一下我們會開動吧 好吧 這個也是一樣的話 就是如果我們要吃的話 也是可以配搭這一個吧 對 就是 好 對 我們是 跟 怎麼吃法呢 跟上司一樣嗎 哦 剝開 整個是 哦 它 哦 感覺還蠻特別的 看哦 就是當你剝開的時候呢 它裡面的那個 麵粉是飽滿的 對 哇 還可以看到新鮮的那個 Otta的那個肉耶 哦 已經聞到那個 就是聞到那個味道了 真的哦 Otta的味道還蠻重的 好 來試試看 對 試試看 好吃 感覺回到了麻布 你知道嗎 吃這個炸麵粉的時候 對 因為它的外皮是脆的 可是它中間是軟軟的 所以口感非常的棒 就有點脆脆 然後有一點 有一點軟軟帶脆帶軟的 可是呢 我開始感覺有點辣了 可是呢 我開始哦 我會害怕那個麻布的那個 Otta會有一點點很辣 對 可是我吃了一口 覺得沒有很辣 它第一口不會 可是會慢慢的越來越辣 真的嗎 因為我現在已經開始 感覺到那個辣度了 現在已經開始感覺到那個辣度了 對 它第一口的時候還OK的 然後同樣的呢 是要配上一口青椒 雪姨愛青椒 我愛這一個 對 我覺得哦 配上一口青椒 是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有些像是 因為很多都是來購買的 可能附近辦公室的工作人士 或者是家庭 像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爺爺奶奶 那可能吃的時候 為了身體健康 要解油的話 可能就可以配上一口 清爽的這個青椒 我覺得很棒 而且它有一點 就是解你的口中的那個油的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覺得 就青椒不夠辣的話 那就可以配上這個 特製的辣椒醬 對 而這個呢也是老闆說的 自己特製的一個辣椒醬 可是它的這個配方呢 就不肯透露了 這是他吃飯的傢伙嘛 對對對 配上那一口這個辣椒醬 你就感覺它口感呢 是 味道是 甜甜 然後又帶酸酸 然後又帶一點點的辣 一點點辣的 對 其實配上那個 它並不是有那種很辣的感覺 可能你沒吃到這中間的部分吧 不過我覺得整道菜是蠻不錯的 而且呢只需要一塊半而已 對老闆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打包的話 也是會連這個青椒一起給的嗎 對啊 非常的便宜 而且非常的好吃 那如果呢想要來到這個 Zoe Empire 然後呢來買這些非常好吃的 這一個糕點的話呢 就記得要來到 936號的 East Coast Road 東海岸路啦 是或者呢也可以 撥打這個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是什麼呢 8688 8575 8688 8575 或者是 上網 www.zoe Empire.com 是 再次的謝謝我們的老闆 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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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